美国联储局结束一年两日议息会议 一如预期维持零至四分之一来超低息利率和量宽规模 每个月继续购买850亿美元按揭抵押证券MBS和美国长期国债 议息声明说美国经济活动一直以温和步伐扩张 劳工市场近月有改善 但是财政政策压抑经济增长失业率仍然高 劳市进一步增强但是经济前景就仍然有下行风险 声明中首次提到当经济前景转变 联储局会增加或者减少购买资产 以维持货币政策适度宽松 分析认为联储局的声明是想为日后退市做准备 联储局对经济复苏开始有多一点信心 若然不是的话它放出这种风声出来的话 市场上会有什么反应它会担心呢 那它现在我相信它说出来的反而是担心另一样东西 就是说如果到时真的退市了 事出太个突然 市场上有个不好的反应 不如现在等大家可以慢着慢着接受 或者是承认到你知道退市有机会 起码现在市场上都猜测 会不会提早退市呢 这样的样子 在这个消化过程里面 对真的推出这个退市的方案或者行动的话 市场上不会有负面的影响 相反如果退市是由于劳工市场改善的话 反而可能有机会看经济比稳定复苏 那那个反应反而是可能好事都没顶 他预计联储局最快要到今年年底 或者是下年年初才开始退市 香港风频电视记者国泳斯报道 未经许可 惠ostic弦 未经许可 部份 未经许可 但未经许可 大 memorized calculus 未经许可 的 老木费 我们可以 correr 优优独播剧 好